這次的軍演 就是說現在大家拿 96年來做比較 其實96年的大陸的軍力 跟現在來講的話 現在已經成長很多了 說解放軍 當然 就是解放軍的部分 因為那個時候 美國出動了兩艘航空母艦 就把大陸的眼睛給打瞎了 所以它才會去發展北斗 然後要發展航空母艦 然後我們可以要注意到就是說 從圍台軍演到環台軍演 到這次的聯合力艦2024A的軍演 大陸其實透過每一次的演習 就解放軍的角度來講 它就是針對最新的形式 來去優化它攻台的戰略 然後它要去應對的 當然就是有可能來自於 美國跟日本的外力的干涉 所以它採取的一個就是包圍 包圍台灣 封鎖台灣的 我們過去在演習的想定上面 都是什麼制空制海 反登陸 然後我們的航空 我們的空軍最主要的軍力 是在花蓮 可是自從解放軍的航空母艦 成軍之後 其實花蓮這個部分 它已經不再是我們空防上面 它已經會變成是個被打擊的目標了 我們從它發布的動畫就可以看到 它的軍機來自西岸 來自於東岸 然後它的炮彈 它今天這個炮彈的彈灼點 從台北花蓮到高雄 就是要對於台灣造成致命性的打擊 它本土包圍外島封鎖 然後在這個佈陣上面 在東北這個地方 是要阻絕美日的介入 然後在西南這個地方 就是要阻絕美飛 這邊的趁機介入 而且這次是聯合力艦A 我們就可以想像 可能會有聯合力艦B 聯合力艦C 它就是透過每一次 不同的演習 來變化它的戰略 測試我方的可能有的反應 我們知道這一次 因為它演習的時間其實很短 只有兩天的時間 到稍早之前的時候 國防部的統計是說 共艦有19艘到台灣的 臨近海域的區域 而且他們已經很逼近 24海裡已經快要跨進來了 而台灣可作戰的主力戰艦 卻只有15艘 如果說它未來的演習的時間 拉長的話 我方真的有辦法因應嗎 我覺得這個都是 我們非常要 小心謹慎應對的地方 我覺得民進黨用這種很 很不可思議 就是說這個邏輯 完全不通的東西 拿出來把它跟國會改革 國會改革跟中共同路人 然後習近平在那邊指示 然後這個掛鉤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 完全不合邏輯 而且說不通的東西 竟然能夠取信於 民進黨的支持者 我覺得這個民眾大有問題 因為大家只要想一想 就是說今天在國會裡面 我們賦予國會 它這不是擴權 只是把國會應該有的權力 還給國會 包括調查權 聽證權 人事同意權等等 這些東西跟中國 你就要推到極點 跟中國要武力犯台統一 它有什麼關聯 完全沒有關聯 一個強而有力的國會 怎麼會去 怎麼會是 它是在強化我們的民主 它是在強化我們對於 行政權的監督 這個跟作為橡皮圖章的人大 完全是兩回事情 我覺得因為今天國會 有了這樣子的一個權力 使得我們的民主 能夠更加的健全 可是民進黨怎麼會這樣子 這麼輕易的 就把它給勾連在一起 而且還有這麼多的民眾 甘心被民進黨這樣子愚弄 而且我覺得最值得探究的 就是賴清德 他為什麼才在他剛上任的時候 他就抱持了那個態度 就是要跟國會為敵 就是要跟在國會 佔有多數黨的 國民黨加民眾黨為敵 當他在這個臉書上面 感謝在外面 三萬人 對 這些去抗議 國會的這些行動的 這個支持者的時候 其實賴清德就已經打定了主意 他沒有要跟在野黨好好相處 我覺得我很難想像 一個雙少數的總統 他在這樣子的一個要以 跟在野黨為敵的情形之下 未來四年的施政 他怎麼可以帶給 他怎麼有可能帶給台灣 一個穩定發展的未來 完全不可能 我覺得非常離譜 就是說第一個 今天在立法院提出來的 國會改革的這個法案 過去由美女委員 林佳倫委員 顧立雄委員 他們通通都提過 甚至於這次提出來的版本 那個文字上面都一模一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有關於調查權的部分 這當然不會說什麼 土豐武社的大媽什麼的 通通都會被叫去立法院 來做調查 怎麼有可能這樣子的事情 不是口罩階段的弊案 他有公司我們要調他來 有大的弊案 而且要成立調查 所以我們其實還有可能 所有法條裡面 沒有寫得非常的清楚 來 我們給一個講嗎 先買金講 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其實這個調 他要成立這個調 要調查的時候 他要成立調查委員會 他要經過在立法院的 政黨的比例 然後召開同意之後 他才會成立調查委員會 你怎麼會是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 夾院報復或是私院報復的情形 產生呢 第三個就是說 今天其實在立法院 他並不是說什麼 你不能夠去質問 或者是說不能夠去辯駁 有關於政策 對 去當立委 對你提出質詢的時候 而是很明顯的 你怎麼可能會去容忍 官員在立法院做偽證呢 在這種陳情 你偽證說謊 難道不用受到相當的 相當的這個苛責嗎 他當然要啊 這些是一個很基本的 很基本的一個權力 就在行使職權 就被民進黨呢 我覺得說謊呢 扯得實在是太遠了 我覺得王毕勝 真的滿奇葩的 就是說因為呢 他是有外遇 然後有這樣子 就是在官徵上面 是有問題的 可是呢 在這個民進黨政府 在蔡英文政府的理 好像完全都不構成障礙 然後開發金 他是一個上市公司 他今天的 他是要對他今天的人事任用 未來的這個績效 他是要對股東負責的 你照道理說 這個王毕勝 他能夠得到一個這麼好的 一個這麼好的一個職務 應該就是認認真真的 好好的為這個股東 去創造這個鼓勵 結果他顯然一句也不讓 這個委員也不過是提出了 一種合理的一個批評 他就這樣子回嗆回去 是非常的囂張 他也就覺得說 反正我現在已經站到 這麼好的一個位置 你也奈我何 反正不管怎麼樣 他就是順著他的性子這樣做 我覺得他這樣子的 一種類型的官員 其實就是蔡英文政府 他們過去的時候 這些官員的一個縮影罷了 而他這樣子的一個應對 對於接下來 就是現在已經 上位的這些的官員來講 我覺得會不會造成一種就是 反正我只要是一個戰 我只要是作為這個戰神 戰狼 然後來去對抗藍的立委 國民黨的立委 或是白的民眾黨的立委 就能夠贏得到 民進黨支持的掌聲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好的 一個很不好的一個案例 這已經是賴清德政府的共識了嗎 就是說我們勞寶已經不 勞寶年紀已經不改革了 我們已經確定要靠撥補嗎 賴清德如果真的要這樣做的話 他會遭遇到很大的年輕的 就業人群的反彈 我們現在勞寶的破產的問題 是在賴清德的 這一個任內會碰到的 你這樣子2000億3000億 這樣子撥補下去 你不但是排擠其他的預算 而且他根本他沒有辦法 去解決這個勞寶的 這個破產的問題 我們現在面對的就是少子化 然後你去領退休金的人 勞寶年金越來越多 然後繳費的人越來越少 你現在賴清德 他在這個競選期間的時候 他也不敢去深層的去碰觸 這個勞寶年金改革的問題 但他起碼還提出了一個 還提出了一點點就是說 什麼贊成資方提撥的高於6 然後他承諾 他如果當選的話 他會找各界來去商談 討論出一個社會共識 可以接受的方法 結果他搞了半天 他接受的方法就是這一招 就是撥補 賴清德會承受到 很大很大的後座力的 按照的報告 請提醒一下 請提醒一下 提醒一下 第4個 你們還沒看到 跟直接翻了 接著 我 看